今天上午我们看了一个 Sent Money的第一个 今天现在我们看第二个 现在下午我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 723这个编号 打进去 为什么每一个都要看呢 你不看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地值不值钱 因为接下来你还要给它付三年四年的税 这个税这么多税付下来之后 你到底是亏还是赚呢 不要到时候税付了之后 你这个土地连这个税的钱都赚不回来 那就没意思了 那就对吧 所以说那么在我付钱之前 我得看一下这个地值不值钱 万一不值钱 那我就白付了嘛 对吧 那这个地就在紫颜色这方块这里一块 也是在路边 这里以前也是大森林 周围人烟稀少 有那么一户人家 两户人家 三户人家 四户人家 这边好像 这边人好像多 这边人好像稍微多一点 这边怎么还有一条河呀 你看这边原来有一条河流 灰不拉丘的 都是奈泥水 我们看一下 它大概位置在哪个地方吧 大概位置靠近哪个城市 这个是在那个 highway 1077这个地方好像 它靠近哪个城市 哪个城市都不靠 哪都不靠 你看 它哪都不靠 哎呦喂呀 在这在偏在偏的 也在这个Cobington Cobington 离这个Cobington 有点路的 挺远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紫颜色的 哎 哎 刚刚乱点 点跑掉了 点跑掉了 好 好 又回来了 不能乱点啊 不能乱点 好 这个紫颜色的 哎 我们放大一点 看一看嘞 哎 边上 边上有这个邻居 造了个房子 啊 边上邻居 造了个房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值多少钱 呃 这个地方 76049 这条路的名字叫这个路 等会我们把把把这个 把它复制 复制放到Zero里面去查一下 这块地址多少钱 啊 我们到这里来查一下 这个地址多少钱 等一下 嗯 嗯 怎么 这个Zero怎么回事 等一下 Zero来了 这个Zero怎么这么大 嗯 这个Zero怎么回事 我要搜索 重新再搜索 啊 搜索一下 啊 一搜就搜到了 这个地方 你看 76049 Liverband Covinton 它是属于在 Covinton Covinton这个地方 Luisanna Covinton 这块地 它的估值是 27万 哎呦妈呀 准不准呀 有这么值钱吗 这个地值27万 24万到31万 我觉得有点夸张呀 这个地有这么值钱吗 这个地有这么值钱吗 嗯 我看一下啊 这个地有没有这么值钱 我有点怀疑 我觉得没什么值钱吧 不管你们先截个屏来说 好 然后我们再点进去 看一下 哎呦喂 这在哪个地方 哎呦哎呦哎呦不见了 点就点不见了 76049 好 地图 这里什么也没有 看看不见 还是还是到到到这个模式 嗯 但是我怎么找到我的那个地在哪呢 76049 这块地 是这块地啊 这块地 但是 在这 看不清楚 在这个东西看不清楚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是吧 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 我点一下是不是这个 点一下是不是这个 76049 Riverband 76049 Riverband 这个是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不对不对 哎呀 等一下啊 这个不对啊 我们发现这地址不对 这个地址不对 这个地址是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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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这个老业主 原来的业主是住在这个地方 并不代表这块地是在这个地方吧 是吧 不代表这块地在这里 所以 我们不要把搞混 这是老业主的 这个地方 但是他这块地不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还是要 仔细点 不能搞错了 他这个地不是在这里 那我们怎么找到他地址呢 我们看这个人 我们看他隔壁的 他隔壁的这个 他隔壁的 哦 明白了 你看 他隔壁的这块地就是76049 隔壁的这块地就是76049 啊 就是业主就住在这隔壁 然后呢 他 他 他这块 业主就住在隔壁啊 他这块地他没有交税 然后被我拍到了 啊 这个 就是76049 然后这块地 是被我们拍到了 所以呢 我们在Zero上面查到的这个 值27万的这个价格呢 他也是指 老业主的那块地 所以 他是这 这里是老业主那块地 他其实 等一下 他上面怎么没有那个 然后我就看他边上 老业主这个值29万 因为他这里造了房子的啊 他这里造了房子 我们看 他这里造了房子的 所以值钱 但是这边上是个空地 什么也没有 肯定值不了这么多钱的 就只是一个空地而已 对不对 他是在这个房子边上 这里有一块空地 嗯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空地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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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价钱 这个看不见价钱呢 空地怎么看价钱 看一下 不能再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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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 就是造了房子之后啊 可能再值个几万块钱 你看这里造了房子之后 值5万的 8万的 3万的 6万的 啊 要造了房子之后才值钱 光是空地 光是空地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看看这里有没有空地的 这里 这里也 看不清楚 附近这空地到底值不几千 那这里就是 这几个都是值 这几个 这里 这里周围都是有些房子的 都是几万的 也有几 二十几万的 也有大一点的 啊 就是这么一块空地啊 好 这个空地 我们就看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里 这个是76049 我们看的是这个边上的 他这块 哎 等一下 好 又回来了 723这块地 就他的边上的这块地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业主 业主是就住在隔壁啊 这业主就住在隔壁 然后他这里说估价是2万块钱 他说土地又值20万 这个是什么估的 我这个是2万 这个是20万 不知道是怎么估的 嗯 然后是0.5个英亩 0.5个英亩 我把头像拉出 大家看不见我了 好 0.5个英亩 然后 这0.48个英亩 其实相当于0.5个英亩 其实这个上面就这些东西 没有别的东西 就只能看个大概 只能看个大概 好吧 那就先这样 这个第二个看过了 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 有的人可能会问我 哎呀汪先生 你这个看这个D的这个网站 怎么打开的呀 这个REGID regrade怎么打开的 很简单 你到手机上去安装一个APP APP的名字就叫 REGID 装这个APP APP装好之后 然后你会有一个 这个拍卖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这个号码 就是这个编号 pass ID 就是这个你这个D的ID 把这个D的ID 1240这个号码 1240这个号码 输入你手机的 这个REGID APP 输入APP之后 搜索 就搜索到 搜索到之后 它有个分享链接 你把这个链接 再发到你自己的电脑上 就像我这样 我把这个链接 再发到我的电脑上 那么在电脑上再打开 因为电脑上画面比较大 看得比较舒服 手机上一点点 小了一点点 看不清 这样子就能看到了 好 我们看这是第三个 看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不错 为什么呢 你看 它不是在大森林 周围的这个能烟 比较有能气 这个白点烟 这是一个墓地 你看 Cemetery 是吧 是个墓地 看的样子像个墓地 它在这个地方 这边上有房子 这好像还有是学校 还是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大楼什么的 我们看 这个地方不错 环境 比较有能烟 你看 它是在一个成熟的社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几乎 基本上是个成熟的社区 这个地我解决的还不错 这个地不错 有点价值 因为之前那个地在大森林里面 在大森林里面都不太好搞 可能卖 也不太好卖 这个地方有能烟 有能烟 在林肯公园 林肯 Park 你看它一个叫林肯 Park 在林肯 Park这个地方 那么它这个大环境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它靠近哪个城市呢 它靠近哪个城市啊 哎呀妈呀 我都看不见了 这是在哪个城市 这个字也太小了 在这个叫Pierre River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是吧 在下面是新二粮 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 就是靠什么城市 叫SL什么的 这个字我看不清 slided SLID什么的 S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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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一排排的城市 多整齐啊 这边有水 这像一个人工的 一个什么水的 一个什么东西 看不清 我们切换到地图模式 切换到地图模式 再放大一点 哎 哎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放大一点再看看啊 这边还有一个 退伍军人的 一个纪念公园 你看 Veterian Memorial Park 这个地方还不错啊 我觉得 这个地方还不错 看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绝对可以造个房子啊 大小也可以 这边上房子就这么小 他绝对可以造个房子 造个房子 有个有个院子 这个位置我觉得不错 看看 好 他pass address 你看这个 这个地还是比较好成熟的地 它是有一个 它有一个地址 这块地是有地址的啊 你看这个地的地址在这里 下面这个地址 下面这个地址是这个老业组的地址 下面这个是老业组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老业组是个公司 叫Dragonfly 蜻蜓企业 Dragonfly 那希望这个老业组连续三年 不要啊 这个地就是我的了啊 你就老业组可能破产了或者怎么了 连组三年不交 那就是我的了 我把这个地址 我们打到这个ZERO里面看一下 这个地址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地还不错 价格应该会好一点 打到ZERO ZERO 我们来打一下 这个地址多少钱 哎呀 那有没有 有了 一打就有 你看 就是这个地方吧 叫slidel slidel Luisiana 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哦呼 好 来了 哎呀 这个地 哦 这里还有个照片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照片 就这么一块地 你看 这个地其实 这个地 它挺平整的 造房子没问题的 在这个地方挺好 是吧 我觉得这个地还挺好的啊 好 看一下值多少钱 我们最关心的值多少钱 这个地方值 它估价没有 估价没有哎 它出租的话 可以租一千两百块钱 出租可以租一千两百块 但是它估价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其他的信息有没有 哎 这个画面怎么缩不下了 我有时候 这个缩小还好 看一下 这个地 它没有估价 没有估价 这里 它这个地 哦 这里有个图 你看 就是这个位置 是不是 哎 不对 它这是它的邻居吧 这它邻居 它邻居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插掉 我插 嗯 是哪块呢 哎呀 我一张眼找不见了 等一会啊 是哪个 这个位置 这个图好糊啊 红房子 黑房子 边上的这一块 是 2nd street和 Cleveland Avenue 好 2nd street和 Cleveland Avenue 在这 就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块了 对不对 哎 这里怎么有 怎么有房子呀 这个地方 这怎么有房子 等一下 这个一大块都是 这 这个是一块连起来的吗 这啥意思呀 这一块怎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有点搞不明白 他这个 他这个图 他都框框图 框的 框的我有点弄不明白 框了一点 我那么不明白 我看一下 再放大一点 大不了了 我再看一下 我比较一下 他是这么一个 什么一个形状的 这么一个形状的 这么一个形状 2nd street和 这个Cleveland Avenue 在这里 哦 对 一个红房子 一个黑房子 你看 一个红房子 一个黑房子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们 我们给他画 我们给他 给他 给他接个屏 接个屏 给他标一下 就知道了嘛 接个屏 给他标一下 他位置应该是 在这么一个形状的 对不对 他是这么一个 形状的地方 这边是别人家的房子 他是这么一个 形状的一块地 对吧 一个红房子 一个黑房子 在这个地方 好 哦 这边看看周围 环境 哎呀 这边还是个 网球场 这边有网球场 还有这什么 是个棒球场 这是个 这边是个墓地 这边是个什么 这是个什么 什么什么社区 还有个游泳池 呃 这边 哎呦 这边这边好多的 这边还挺繁华的 应该是一个 可能是有有有有有 有个大超市什么的哈 这个地方不错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等一下 哎 跑哪去了 跑跑跑不见啊 在这 好 等一下 放大一点 不能再放大 它放到头了 好 就这样吧 就这样 就这样看看吧 我们看一下周围 周围的地价 十几万的 三十几万的 二十几万的 哎呦 这还一百多万的呢 十五十五万的 这么一个小房子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房子 十五万 就这么一个小房子 十四万 那么我 我这边将来 造个房子的话 也可以差不多啊 也是 这块地有感觉还行啊 还挺满意 我们再 哎 没电了 赶紧赶紧 等我充个充个充个充电 好 我们继续看 呃 好 就是这块地 哎 他 他这个东西 免费的啥 我没有交钱 没交钱 他过一会儿 他就弹出一个提示框 要我交钱 我没交钱 他过一会儿 就弹出一个提示框 这是 好 这个不要 就是这块 我们再仔细看看啊 这个有点糊 这不是有点糊啊 大了就糊了 好 这个是他的地址 他的这个city的名字 叫slidel 这个是他的业主 业主 你就继续不赎回 继续不要交税 我帮你交三年税啊 好 然后fmv 这个是说值三万块钱 这里做土地又值三十万 我觉得这个值个三万块 还算是正常吧 值三万块 应该还算正常 总领 总领怎么都 总领这里要交钱的 要交了钱才能看到 总领的 不交钱看不见 这个app 这是0.26个英亩 0.26个英亩 一万多个平方英尺 一万多平方英尺 然后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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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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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style tax是零 这个 这个有些东西我也不太理解 什么意思 那反正就是要空地了 它improvement是个零 好 这个地就看了也不错 就这样吧 给它截个屏 截个屏 截个屏 再放个大 放大 稍微放大一下 切换个地图 哎呀 你看这个邻居的房子 都照到我的方框里面去了 你看 这个邻居恶行不 你看 他的房子照的 都碰到我这个地里面去了 嗯 接个屏 好 这是第三个 就这样 看好了 继续来看第四块地 第四块 第四块好像也是在城市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 哦 在这个地方 感觉不错 你看 是个社区里面 哎呀 周围都有房子 我就是喜欢这种 周围有房子 这种就好卖啊 卖得出价钱 生活便利 有人愿意住过来 对吧 嗯 在那个荒山 荒山野林 在大森林里面 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在大森林里面 这谁要呀 嗯 这个应该感觉不错 这个空地啊 这边造个小房子 应该没问题 造个小房子 没问题 好 我们再看 这个 650这个地 它有地址 它也是有地址的 你看 这种成熟的社区的土地 它都有地址 有门派号 有门派号啊 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有门派号就好办 说明它的地 可能一般来讲 是可以 就就有所谓叫 生地和俗地 生的地就是说 它没有拿到这个 建房子的许可证 是不能建房子的 所谓俗地 应该就是拿到了 建房子的许可证 可以建房子 就是俗地 俗地呢 就比较好 尤其在这种社区里面 应该应该 我想应该是俗地吧 但是具体怎么看 我也不知道 我们先看看这个 第一个 好 看价格 这个地值多少钱 哎呀 估价没有 出租的话 1200块钱 估价没有 哎呀 这个地 哎呀 这个地还拍了个照片了 就是这边上这一块吧 对吧 就这边上这一块空地吧 这边是个教堂 这边是个教堂 我先给他拍个照 我看一下 在哪呢 在哪呢 在 哎呀 买是哪块地 我刚刚都忘了 在 在W30 Avenue 和这个 和这个N Jackson 这个房子的 黑房子的 左边 在这个W30 Avenue 和这个Jackson 这个地方的 黑房子的 左边 就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 我把它放大一点 放不大了 最大了 这是 哎 这 这一下子跑了 哎呀 这个地图一不小心就不知道换哪去了 好好好 来了 在这个W30和N Jackson的这个黑房子 黑房子这边有个小房子 你看 看仔细点啊 黑房子的边上一个黄房子 黄房子的黄房子这条是别人家的这一条 啊 是这么一条 空地啊 在黄房子这边上这一条 我们再看看仔细点 啊好 我明白了 给他结个拍个照 拍个照 拍个照 画一下 画一下 他是 他是 他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地方 然后呢 然后看一下 然后 哦 是一个七字型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明白了 然后 再来 到这 然后是到这 然后到这 然后到这 我大概画了个样子啊 大概是这么个样子的 大概是怎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周围的 完成 我们看一下周围的价钱 周围的价钱啊 有哎呦 这块地怎么 11万多 6万多 3万多 4万多 6万多 1万多 1万多大概是空地 啥也没的 总1万多 大概 1万多这个空地 我估计这个 这个大概也能值个 1万多吧 值个1万5 应该没问题吧 我想 在这边上 那这个 这里个空地 你看 3万块钱 这个空地3万块 这个2万块 嗯 差不多 我想1万多块钱 应该能赶紧 应该能行 也不错吧 这个 希望能够 希望能 比我 跟我的税比起来 啊 能够 能够把它赚回来就好 好 这个 owner owner 是这个人 这个人 住在这个地方的 好 它这里估价是 1万5千 我觉得这个估价 比较中肯一点 1万5千 1万5千 啊 然后 以0.14个阴摩 这个地比较小 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我们就 拍个照 老规矩 拍个照 切换一个视角 哦 就这样 这个就 哦 哎 它这里怎么 还有个房子的呀 你看 它这个原来有 有房子的吗 它原来有个房子 你看它这里 是不是 拍个照 原来可能有房子 但是那房子 大概破败了 倒了可能 但是从照片 你看不出来 这里原来有房子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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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我们到谷歌地图里面 去看一下 路易斯安拉卡文等 点一下 点一下 原来有房子吗 没有 没有 这里有个教堂 这是个啥教堂啊 这是个啥教堂 这边上 这叫 Baptiste Church 这是个啥教堂呀 我真不知道 这个叫什么教的 Baptiste 是个什么教的 Baptiste 是个敬礼会 敬礼会 什么什么的教 反正是个什么敬礼会的吧 它这个十字架嘛 十字架可能也是 耶稣基督之类的 好吧 反正就在这个教堂边上 这个地 好 这个地也不错 好 第五块 第五块地 第五块地 怎么是两块啊 两块组成的吗 一块扁扁的 一块 一个扁的长方形 看一下 哦 哎呦喂 这个地方还没路 土路你看 这个路还是个土路啊 怎么回事 这里还是个土路 这也太土了吧 怎么回事呀 这两块地 还是靠 这里是个土路 还没叫水泥路啊 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 你看这个地 它就没有 没有门牌号了啊 它连门牌号码都没有 这就跟前面的地 比起来就比较原始一点 前面的地 都已经有门牌号码 这个门牌号码还没有 哎 就是没个土路 我看一下 这个是业主的地 这个是业主的地 他说值三万块钱 值三万块钱 零点二二个英亩 零点二二个英亩 十三万块钱 这一大一小两个分开了 这个可以造房子吧 但是这个 这边隔了个半 隔开了这么一个小地方 这干嘛呢 停停停 做车库吗 我们那这个 它没地址啊 它没地址 它没地址 我怎么去看它的价钱呢 因为它这条路还没有 我想想 我看它 我看它这个 我看它隔壁 隔壁能点吗 点不了 隔壁点不了 点不了 再看一下 方方大家这样先看看吧 它边上都是个社区 边上社区 哇塞 一排 边上是个成熟的社区 这么多人 这么多 这个地方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边上有能烟的 就是好地方 我的判断很简单 边上有能烟的 就是好地方 但是它没地址 我看一下 怎么去 第十大街 它这个大街叫啥名字 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owner 是一个trust 信托基金 叫土地信托吧 应该是 因为有些人为了避税 或者是为了使它的这个财产跟这债务风险分割 它把它放在这个trust里面去 但是你这个trust 你同样要交税 你不交税还是被拍卖 你看 你放trust里面 你不交税还是没用 还是要交税 所以是逃不掉的 也不管你放哪都要交税 十这个地址 我看一下这个地址怎么 怎么把它搜索一下 这不太好搜 这个叫 honey suck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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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下 这个怪录 honey suckle 骨盖怎么又连不上了呀 叫网不太好 你看 骨盖也留不上 真是没希望 我们看一下这边吧 直接在这里面打一下 它这个叫honey suckle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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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kle 有了有了有了 刚刚网不好一眨眼又好了 找到了 啊,Honey Circle Honey Circle的最下面 啊,然后看一下啊 Honey Circle的最下面这条路叫 叫Harlison Avenue Harlison Avenue的 这边第十大,第十街 我们找一下 Honey Circle下面的Harlison Harlison下面的第十 第十 第十就在这里吧 开个图 第十一,第十 十在这里,对,这里当中有个方块 又在这地方 找到了,就这里两块,对吧 就这里两块D 它是在这个位置吧 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 一,第二,第三,第四 二,三,四 二,三,四 四只有一半 明白了 二,三,四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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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 二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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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二,二。 Bye. 三四 大概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好我们来画一下 一二三 画一下啊 大概是哪个位置 画一下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我感觉 这里有一块 然后呢 在这里又有半块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大概是这么个位置 好 那么找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看它价格 然后就点点它的隔壁邻居 好隔壁邻居点到了之后呢 那就好办事了 我把这个拷贝它的地址 拷贝它的地址 我到Zero里面就可以去找 就可以找 Zero其实也差不多找到 Zero 找到了 好 它隔壁的这个人家值多少钱 隔壁的人家值20万 隔壁的这个白房子 老漂亮的 白房子老漂亮的 好我们看一下 那在哪里找到了 在这里 这个价钱 你看 这个整整齐齐 都这里边的房子都是17万 20万 21万 20万左右 这里的房子 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地方 放大 我们看大一点 这是它隔壁的邻居20万 对吧 它在这边 应该也是 应该这个地 我觉得还不错 这条路将来这个路修好了 这个就应该可以 感觉还不错 1 2 3 要来看下一个 把它切换过来 你看 这下一个跟前面的是 隔壁邻居 你看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 你也记得吗 之前我做的那个是 24 就是 就是这一块 和这一块 就是蓝颜色的是 我们前面这一块 现在紫颜色的是这一块 你看 所以蓝颜色加紫颜色 加在一起 就是连着的 连着的四块 对吧 所以你看 它这个是交叉的 其实 跟这个周围是一样的 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我再拍个图 拍个照 它是连着一起的 它也是 没有地址 也是这个公司 你看 也是这个 Trust Authment Family Trust 三万五千块钱 三万五千块钱 这两个 这两个如果都拿到 像这么一串 连着一起的都拿到的话 那就最好 那就连着一起可以 连着一起都可以充分利用了 就不会浪费 因为 因为这边 上面这一小块 上面这一小块 这个不太好造房 要是连着一起的 那你就造房子就好安排了 对不对 那这个价钱跟之前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也没有必要再看了 那我们基本上就了解了 好 这就是这个 来看第七块 第七块 你看这上面 这个有US 美国 路易斯安娜 森特曼尼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地区的所在的地方 好 我们看图 看 哦 这个正方形的 这里一个正方形的这一块 就是的 我们看一下 先缩小看看周围环境怎么样 周围还行吧 哎呦 一大片都是大森林 这里也有 也有几个户人家 啊 这个是在哪个位置啊 这个地方 是在哪个位置 Korvington 也是在Korvington 我这几块地都是在这个Korvington的周边 都是在Korvington 都是在这个Korvington的周边啊 刚刚是在这里 这里这里 就是都是在他这个周围 Korvington这个周围 咦 咋呀 没了 好 看一下 这个正方形 正方形的应该造个房子没问题 你看 你看这边上 这么小 这个这个也可以造房子 我这个也能造房子 对吧 这里还有个照片 啊 这个照片 啊 这照片还不错 哎 照片 好啊 但是这个路也没有 路没有那个门牌号 门牌号没有啊 啊 这个是 业主 啊 这个地址 四万五千 四万五千 差不多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吧 它周围都是 周围还有一些房子啥的 周围有些房子啥的 你看这边 你看这是上面 上面这个应该是开发 我看一下啊 你看 上面这边都在造 还没造 造了一半了 这里对吧 这方都在造了一半 说明这边 应该是一个社区 这造了一半了 像这种就比较好吧 社区就比较好 啊 好 这个就是 等一下 给它拍个照 给它拍个照 面积多少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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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面积 是0.33 1 2 3 拍个照 好了 看一下 好 我们看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 哎呦 哎呦 这个不咱们地 这个在一个大森林里边 路也没有 而且是被别人包围的 你看 哎 有路吗 被别人包围的 你看 这都是被别人包围 哦 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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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路是有一条路的 在这里 从这里过来 你看 在这个上面 你看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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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当中空了一段 这个就是路 应该是 它规划的时候 上面当中是空了一段路的 空了一段路的 是有路 所以是有条路 但是这个 这个大森林 要这个要开发 怎么路造好 也不知道猴年马月呢 不知道猴年马月 才能把路造好 哦 这个跟刚刚那个 好像挺近的 是吧 也好像是在 这边是社区 这边有人了 但是这边还没开发 这个地就 两万四 两万四 0.46 这个就不是 不是最好 这个因为 可能还在手里 也在 Covington的边上 也是一样的 这个路还没 这个路还没弄好了 你看 从这边 从这边 从上面也可以过来 你看 上面也有条路 从这里 它这里 这边是有一条路通过来的 上面 但是这要等这边 要开发好 弄好 这里才能 同这里 有一个人在挖 再弄了 但这里还没弄过 要等它弄过来 弄过来 这里才好 找 否则你这个地方 你汽车也开不进去 都是树 要把这个路弄好 才能进去 这个就是这样 不是太好 拍个照吧 拍个照 好 基本上 这八个都看过了 八个都看过 大多数还行吧 就是最后这个 就不太好 最后这个 在大森林里面 反正这个 接下来交税 去交税 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去交 交这个税 之后呢 感觉都还行 就值得去交一下 还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就交一下 这个税 它这个通知 发过来 通知上面 它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交税的网站 它也没有交税的网站 到哪里交 它也没有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我们就看一下 它这个标题是 Send Money Polish Tax Collector 那我们也就这样 搜一下 这个Tax Collector 搜一下 谷歌搜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 Tax Collector 看一下怎么去交税 Send Money 原来是有一个网站 这个就是 Send Money Polish Sheriff Office 这也是 从这上面搜索到的 这谷歌里面搜索到的 这个第一个就是 点进去之后 它有一个 Pay My Property Tax Pay My Property Tax 而且付我的 这个房地产税 Pay My Property Tax 点一下 你们应该可以交税吧 好 这是欠税的清单 Property Tax Bill Payment 这个怎么个付法 什么是赎回 Pay Property Tax Sale Delinquent Property Tax Payment 我们看一下 Delinquent Property Tax List 转到这个网站 好像是 好 这个网站可以 点点 就点这个网站 然后应该可以进去交税 好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下面还有几个 这里好像也有一个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那么如果你是搜索 这个叫 嗯 Tax Collect 你也可以搜索一下 TaxCollect 那么它也是可以到这个网站 也是到这个网站 对吧 一样的 都是这个网站 那就是正确的 好 那基本上我们就确定了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好 然后就点进去看一下 点进去看一下 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这个在网上 通过网路 把这个房地产税给交了 房地产税给交了 一样的 这也是 Popti Tax 这里是欠税的这个清单 这个我们不用看这个东西 好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通知什么的 好 我们就通过 应该是这个网站 我们看一下 欢迎到这个Polish的在线支付网站 提供在线的服务 给这个纳税者和个人 方便 二十小时都可以 好 Security with the main department 付这个房产税 Property Tax 好 Click下面的一种 楼下的一种来付 Sales Tax Property Tax Traffic Ticket 这个大概是什么交通的交通罚款 Occupational License 这个是职业 职业执照 这个是Severe 这个是市民的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应该是这个Property Tax 然后就过来了 他就说 Payments are processed immediately but may not reflect up to five business days 可能要等五天才会反映出来 一个convenience费 to all debit信用卡 或者借记卡付的话 要有2.5%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手续费 When is final delinquent debt 没有的 一旦这个欠税的信 发给你的之后 这个付款就必须 用这个Cash现金 或支票 或者Money Order 或者Credit Card Only 这样的 好 那就付吧 那接下来怎么付呢 Search by Assessment Number 对了 Assessment Number Assessment Number就是 就是 我们这边 这边是他的这个一个个吗 我们一个个点过来 他这个一个上面 好 Assessment Number就是上面这个号 编号 你看 就这些编号 一个个编号 其实就是 就是他这个 跟我们这个表格里的编号是一样的 就是表格里这个编号 我们用这个编号也是一样可以的 我们比如说是个 Ctrl C 931这个 Ctrl C 这个Assessment Number 然后2021年的 放进去 搜索 然后欠税 欠了 就是 1084块 1084块 对吧 这是 你要付的话 就在这里就可以付了 付了 好 View History 看一下历史 2021年的 2021年的 1084块 1084块 Add to Cat 它还有购物车 好 勾选一下 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去 好 我们再返回上一页 如果你要付这个点 这个Pay this bill Pay this bill 也是一样的 Avant 金额 这就是已经要付的 就已经了 你看一下购物车里面 这就像买东西 一样 就看一个购物车 然后最终一次性 总共加在一起 付多少钱 对吧 这也挺方便 好 那这样子搞 那就容易了 我们再下一个 下一个assessment 好 它这个 其实这个编号是一样的 723这个 723 好 负这个 378这个 好 然后再加一个 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把它加上去 好 再加一个 好 再加一个 好 就这样子 一定一个一个加 好吧 我这边就跳过了 下面 这把这八个 12345678 都加进去了 好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现在的这个价钱 跟原来的价钱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把它 拿过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去 我拍卖是拍了 1300多拍到的 它这里是1084 第二个是378 我这里是454 第三个是813 它是615 这是262 它是472 它是710 它是524 它595 它是780 然后是880 它是680 然后433 它是631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 你如果到拍卖会上去拍的来的话 这个 交的税就会更多 因为拍卖会上面 有一个拍卖成本 然后还有欠的利息 还有什么罚金 乱七八糟 加上去 所以 那么今年 我是没有参加这个Santa Money的这个拍卖 但是呢 我以这种付后续的税的形式 也等于是参加了 而且没有人跟我抢 你看 我轻轻松松的 没有人跟我抢 而且价钱 比去年还便宜 就等于把它这个第二年的这个tax令把它买下来 第一年的我已经买下来了 把第二年的tax令再买下来 再把第三年的tax令再买下来 那么这三年的tax令都拿到了之后 然后它的满三年满了三年了 那么这个三年的令我也都在我的手上 那我就可以去做这个forclosure了嘛 这个产权就可以去去拿到它产权了 因为它过了三年 过了三年这个期间 它就要 它就它没输回 它如果要输回的话也可以 输回的话 你把我第一年拍卖的钱 第二年我交了税 你把税 你把我付的钱都还给我 再加上利息 可以 我还给你 我不要你产权也可以 对吧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今年没有参加拍卖 但是我通过这种付后续税的方式 也是等于是参加了拍卖 而且价钱还便宜 没有人跟我抢 这就是它这个一个 有点下面我们就点这个checkout 就去付了4000多美金 我们点一下 这么多 这么多 这个列表在这里 然后你下面就选择支付方式 选择这个Visa卡 马斯达卡 Discover卡 选择怎么去付 好吧 今天大家就分享这些 欢迎大家有问题的 跟我多交流 拜拜 都会发生的 来说是 这就是我来说的